红色火焰直冲天际 三楼全面燃烧 看得让人触目惊心 火势不断延烧 整栋民宅烧成一根大烟囱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浓烟铺天盖地 情况紧张 消防队员冒险进入火场灌旧 但浓烟弥漫实在可怕 屋主及时逃出 坐在路边惊魂未定 基隆越美路28号中午 发生民宅大火 屋主说因为基隆连来大雨 衣服都干不了 才用两台除湿机 要烘干衣服 但没想到引发了电线走火 虽然把电线拔掉 但都已经来不及 辖聚分队到达现场的时候 二楼的火焰都已经冒出 而且火势猛烈 往上串烧 我们立刻部署水线 进行1-7泡沫的攻击 二楼的火势很快压制住 但是很快的火势就串烧到三楼 三楼是有铁皮屋大概 然后隔壁还好有铁皮 隔开一间住户 所有的住户都已经撤出来了 是目前没有人员受困的状况 我们现在在进行三楼的火势扑灭的动作 屋主及时逃出 不小心弄伤了左小腿 被松衣治疗 而火势30分钟之后受到控制 还好没有迫及到临近民宅 至于究竟是不是厨师机酿货 火雕人员还要再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